OK 那個我們來今天的課程 那首先是我們上次有做了一個專案 然後甚至還做了一個奇怪的購物網站 雖然沒有打得很好 那上次的那個網站 OK 在這邊 那Anyway 這一堂課其實是來複習的 就是複習再一次我們上次說的所有東西 那上次我們其實已經解釋過這邊的所有的目錄了 對吧 每個目錄你大概應該 目前應該都知道它在幹嘛 那第二個是 比如說 DB 就是我們操作 DB Migration 然後 Convict 裡面就有比如說 IE8 或是一些你已經就來的東西 那再來 APP 然後 APP 裡面就包含很多 包括 MEC 三層 然後 VIEW 然後 Publix 是你的那個檔案的資料夾 網站的更目錄的意思 裡面是放 Publix 的檔案 那 Library 是放一些你自己寫 Ruby Code 那我們今天可以再做一些更深層的認識 包括這邊的東西 上次其實我們 RELS 的 Day 1 已經說完整個 包括 RELS 的 Day 1 已經說完整個 包括 RELS 的 Day 1 整個流程 然後整個流程 到底在幹嘛這件事情 OK 好 那我們再講一次 RELS 的 Day 1 那可是看 RELS 的 Day 1 之前 應該要先還是再看一次這張圖 這張圖最重要 簡單來說就是 你的所有 RELS 是從 有一個我們叫做 Session 的生存範圍 生存範圍、生存時間 簡單來說如果你 Key 了一個網址 那網址到 Server 之後 它第一個會經過 RELS 那 RELS 裡面一定要有它的 RELS 那其實在這之前 它會先去 Publix 找有沒有那個檔案 就譬如說 我可能 P 了一個是圖片的檔案的網址 它直接看到圖片 然後 Publix 下游那張圖片 就直接出去了 那這件事情如果沒有的時候 才會跑到 LELS 來 那 LELS 裡面如果沒有符合 它的 HTTP 的 header 跟它的 pass 的話 它直接就丟 404 出去 以這邊來說 那所以我們的 LELS 一定要先有 那可是 LELS 我一直有在說 它其實是跟後面流程切開的 它只來做一次轉送的動作 也就是符合這個網址之後 它下一站要去哪裡 這件事情 那所以 LELS 經過完後 然後有 MATCH 到了之後 它就把它轉到這邊來 也就是 MATCH 到真正的 Controller 跟 Action 上 那 Control Action 當然這邊也可以直接出去 譬如說你可能是做 Send File 譬如說檔案下載那種 或是給它一個 JSON 或是給它一個出名字 那它這種情況下 是沒有 View 的狀況 所以也會直接從這邊 return 出去 那最後才是這邊 這一串 也就是如何包一個完整的 Send File 它可以直接傳 File 過去 可以 那它是用哪一個字 哪一個問題 蛤? 那一般是 Retend JSON 或 Render 沒有沒有沒有 它就叫做 Send File 它就叫做 Send File 它沒有 Render 任何東西 我記得啦 就是直接 Send File 拿好 對 你去找 RELSend File Send File 裡面就有一堆那種 少了 甚至你還可以偽裝一些檔案丟出去 OK 那Anyway 到最後這一塊才是 如何好好的包一個 HTML 流出去 這件事情 那這是整個 Session 的申請時間 然後再來是 我們之前有說這是 資料庫的遷移方式 也就是從開資料庫開始 然後一個版本一個版本 往上蓋 往下蓋 的 Schema Migrations 然後最後才是真正 再來才是 你要先把 DD 設計好 你才能開始去玩這一些 Relation 東西 也就是 Data 之間去如何去做一些 Link 然後或是做 Journey 或什麼 反正就是 一個資料如何找到額外的其他資料的方式 好 那這是之前的那邊 然後再來是 這一次會 我會先照著這個講 然後我們順便談一下 我們上次有些東西沒有講到 比如說 Session 或是 Cookie 的一些問題 好 那 Skaffle 這些我先不要講 因為上次的課應該有說 就是怎麼從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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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 其實你是自己去那個 Migration Generate Skaffle 然後自己去看 然後照我剛剛講的方式去看 大概就知道了 那 再來是 Pace 的使用 那 Pace 的使用 上次沒有講得很清楚 比如說 欸 OK 那比如說我自己在這邊先亂鍵一些東西 比如說 Get Hello 然後 Post Kitty 然後比如說 resource resource you end 那這邊還可以做很多東西 比如說 only 什麼 比如說 show OK 這三個是偶外 那下面這一些 begin 這些是我上次加的 那我先把它移掉 end 那 有前面 這是Ruby的 就是前面Ruby 加一個等於 然後 begin 然後再到 後面的等於 end 這個東西一定要在第一個字元 等於 一定要在第一個字元 那這邊就是多行註解的意思 就是註解掉 好 那我帶你們看一次它的 load的方式 譬如說 blackloads 欸 分了 好像說 pint define 那可能 註解錯了 開銷 啊 沒有沒有 這邊沒有2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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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剛剛其實少了一個tool 也就是它下一站的位置 就是我們只訂了前面 可是沒有一站後面 那 這邊分幾段 第一個是perfix variable 然後 uipattern Controller 跟 action 那這邊的意思是說 首先如果你要訂一個網址 先看前面這邊 也就是網址的部分 這是網址 那可是這個網址其實 它要同時符合 前面這個 variable 的部分 那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只能用 get 來這個網址 其餘的都是 404 懂我意思嗎 就是 404 就對 那這個網址就只能用 post OK嗎 這是 譬如說我要送個表單 我送去 kitty 會過 可是我直接打 在網址上面打 kitty 它是會直接跳攝影師給我的 那 看攏子前面兩個之後 再去看後面這個 也就是這個網址會到這邊去 那 最前面的這個東西叫做縮寫 也就是如果我在 rows 裡面 要用它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用縮寫去定義它 我可以不要寫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改名稱 它叫做 我記得 好像叫我裡面吧 我找一下 Rules Lot 欸 Fordbix 欸 我找一下喔 Rules Lotting 其實我比較喜歡看這邊 因為這邊會有所有的文章 也就是我們剛用的所有東西 如果你去Rules Document 那個很簡易版的話 說不定還沒有 那這邊就有所有的設定值 包含它裡面的 欸這是回體的 它是用耳食 耳食來做 那這邊就可以耳食很多鬼東西 譬如說 我記得啦 OK 你會發覺上面的Hello 它預設的 Fordbix 那可是它可以用耳食的方式去做Rename 它就會變成 從Hello變成 HiHiHi 對吧 這是一個Rename動作 那這個Rename其實跟對外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對外關係主要還是看這個 也就是LOT 跟 對象 那最前面這個是讓你方便用而已 那怎麼樣方便用 我弄給你看 比如說 欸我要開一個 測試用的網址 例如說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有什麼 嗯 我有Items 然後我應該有Items的View 那我建一個網址到Items那邊去 那所以會變成 它一個特殊關鍵就是要LUT 那直接 我記得直接TOO就好了 TOO到Items的Index 那 保鮮旗艦其實你每次都可以打一次那個Rename 那這邊就有一個LUT 然後到ItemsIndex對吧 對吧 所以我們就有首頁 我們至少要有首頁 那我其他要TMAX去 ok 那照理說我還是要開設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才能看到結果 那再來是 就是 P P 欸 Index這個取消 因為我們不要用這個 我們今天拿別的東西來做 所以這個 先mark掉 那我們要玩的東西只有View而已 例如說 View的 Items的Index 然後 然後 欸 等一下 我應該CPU過去 CPU OK 那譬如說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 我們剛剛有幾個東西是 是 欸 找到這裡 哪有 那我再開一個 OK 喔 怕沒留意 OK 你注意看喔 這邊是ROOT對不對 這邊是ROOT 這邊是HiHi對不對 那我建一個品牌 比如說ROOT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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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自己打 這個好 底線PASS 加一個底線PASS 就好 這就是首頁的網址 那再來是 欸 比如說 這一個 OK嗎 好 OK 這個就是那一段網址 也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前面 最前面那個是Provix 別名 別名拉過來 直接用這樣子就好 那我給你看結果 就是 然後 然後 等一下 我的IP多少 靠 他不給我看 192 欸 啊靠 他沒有跟User 這邊是LAYOUT的關係 那我把LAYOUT也註解掉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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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對 對 對 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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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預計等一下只會出現兩個網址 那所以這邊會變成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 root 跟 hello 這是網址 那你要記得它是網址 所以你必須要包含一些 tag 比如說 a 的 tag 那我們再去上面那邊看一次 OK 這是剛剛的東西 那通常這邊還會再加上一些 help 的 tag 比如說 link to 那 go to root 那 link to 好 那這邊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很一般的 HTML 結構 那簡單來說 剛剛的網址就會跑到這邊來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超連結 然後你可以按過去 OK吧 那再來是額外的 就這樣子其實你就很容易知道 那 這樣子你其實很容易知道 其實你不用打這個 因為打這個很囉唆 非常的囉唆 而且你又記不住 然後你們家到時候改網址 到底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弄前面 rename 這個東西 加上一個底線 paste 就過去了 那 可是像這個有 ID 對吧 這個有 ID 那 ID 這個是有 那我們去看一次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OK 那存哦 那可是你會發覺 他跟你講錯 因為 你必須要 require 一個 ID 給他 那什麼是 ID ID 其實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那你可以存一個 OJAC 給他 那 OJAC 給他的時候 他自己會把他的 ID 拿出來 就這樣子 所以這邊很好笑 這邊可以變成 所以這三個全部都是 helper 所以他是一個 macer 那 call macer 一定可以加括號 對吧 那 前面這邊 我再說一次 前面這邊也是 macer 因為他是 helper 所以這邊也可以加括號 這樣就看得懂他的結構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我們Ruby 當時在講的是 macer 其實你括號加回去 你就看得懂 那 什麼是 ID ID的話 比如說 item.first 這是一個物件 就是我們之前在 DB那邊新增的那個物件 那把它叫出來 把它塞 它就會自己塞進去 那 你會看到像 這種東西 那 如果你去看到原始碼的話 會變成 這個 它的 ID 就是 1 那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可以改 比如說 點 ID 這件事情一樣 那 所以在未進去的時候 你注意看 這邊基本上沒有變動 因為它兩件事情一樣 它如果得到物件的話 它就把 ID 拿出去 跟你直接為 ID 進去 答案是一樣的 那再來是 你其實 這樣子也是一樣 OK嗎 那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ID 那繼續 這邊 這邊我現在講的意思 都是完全一樣的 那 所以 它既然塞到 ID 去的話 你自然可以把它變成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 我亂打一個文字 進去 它也會塞進去 因為它只負責塞 產生那個網址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它不會去驗證 那個東西到底什麼存在 它在這個 它在這個Macer的作用 只是 把你的網址伸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懂我意思嗎 那 當然你還可以再加更多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的 Provenus裡面的 Gate裡面可以加 奇怪 很多奇怪的東西進去 那 這邊就可以開始加 比如說 我要在root裡面 加一個什麼 Navia123 然後 IDF234 OK嗎 那 比如說 我要再加一個 Hello Kitty 那 你要記得 因為它是有ID的 所以前面的第一個參數 一定是ID 那第二個參數之後 其實也是Hash模式 那就可以亂打 好 這些存檔 存檔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也就是 誒 誒 他這邊改錯 NNNP 好啦 Hello 問號 Hello等 誒 誒 誒 這邊怪怪 對 這邊怪怪 等一下我改改看 這邊加個ROA給他 我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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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怪怪的 喔 有 那他自己把ESCAPE掉 那Anyway 你這邊就可以加一些參數進去 而且他會把你變成一般的Gate模式 也就是他會把什麼Key跟Radio拼在他網址後面 就是問號後面的東西 其實都幫你拼得好 所以其實你就後面再為一個Hash丟回去的時候 他自己會把這些網址升好 然後就弄便宜 那所以你就不用太擔心 所以 這邊的重點其實就只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 有ID的 像這個是有ID的 那這種沒有ID的 那沒有ID的話 後面這邊 跟這個後面長的是完全一樣 也就是你丟一個Hash進去就對了 那我再把括號刮一下給你看 就是 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是Hash 所以他生存的界限在這邊 跟在這邊 對吧 所以這些事情完全一樣 那如果你把他的括號去除掉的話 就會變成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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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來很花其實沒有 如果你把他 你心中有括號 把他括上去 其實就還好 也沒有太困難的東西 好 那這是 Louting Paste 那 Louting Paste 還有一些東西 是 比如說 我之前好像沒有講完的 就是 就是 這邊在Resource裡面可以加兩個東西 也就是 那個 Collision跟Member OK Collision的意思是比如說 像 Index 這種東西 也就是 一個名稱 可是他 這個東西是一個集合體的意思 也就是比如說列表頁 那 他可以從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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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給你看 那 那一頁通常是沒有指定對象 也就是全部 的意思 所以 他的名稱叫Collision 那 再來是Member 比如說 這個 我隨便打個名稱而已 那 他因為他是Member 也就是指定某個對象 然後他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你應該 他裡面就會 要求你 從ID進去 那 Member 蛤 N E Member Member 那 所以 Anyway 對我來說 這邊其實不代表任何意義 它的最好重點是把你的 Loud Build出來 也就是會變 Build成這樣子 這個剛剛是 Collision的 這是 Member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最之前的那個 Show 懂我意思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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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這邊你會發覺他沒有ID ID在這邊 這就是Collision的 Loud 如果他的ID 假設 他設計有 Ruby 很有活性 而且是很 很 怪異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支援很多不同模式 這些模式 有的原因 是因為他從很多舊款 一直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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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上來的 那我寫一個給你看 比如說 SEVE 那這樣就代表他要送三個参數 自己有ID 所以你高興阿 乾脆你自己幹亂 阿不用用这个Member 或是Collision 自己這樣幹就可以了 這個Loud應該是Floid 如果沒寫錯的話 誒 寫錯了 我看一下 誒 等一下 我沒有2 不好意思 應該是沒有2 可是 前面是來源啦 啊 後面一定要有對象 我有時候會忘了寫 然後後面對象隨便 我只是解釋一下他可以幹嘛 你會發覺他就可以一次接4個 那甚至你可以把每一個的 類型都上一個 然後去做一些過濾啊 分析啊 全部都可以 你會發覺這一個跟這個就很像 那所以不管怎樣 其實他的重點就是你要把這邊打到對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Loud 那接到最後面的那個對象去 所以這邊就只是一個很像那種 火車到路交通的管制圖 那你這邊圖做對了的話 你後面就會比較輕鬆 那你這邊 因為他有提供非常非常多方式來做 而不是一定要用Resource 一定要用GetPost 那他甚至還可以一次接多個 比如說 欸 前面這邊改 Match 後面這邊改 EIA 這邊可以接Array 比如說 GetPage Delete OK這邊就會爆掉 你看他一次可以接三個 而不是一個而已 所以 你也對我來說 我一直有說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道路指引的圖 沒有這些道路的話 就一定是一次 就這樣子 那 所以 他的重點就是這個要怎麼定 然後到後面去 那他有提供一些 簡易的方式 比如說Resource 或是一些 Namespace 方式可以用 你不用也可以 可以用這個方式 從頭幹到我 也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OK 那這是Lout 那Lout 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何 去到真正的那條路去 那 簡單來說 比如說 這是一個Key體 然後 那他是用Post過去的 可是我們 在W3C規定裡面的HTML 裡面的A tag裡面 出去的一定是Get 而不是Post 甚至Delete 那 那就代表 我可能那個Link 可能是Post 沒辦法戳到那個Action 那 他的做法 這樣子 我再加一個 比如說 我們剛剛有一個Post 這個嘛 那我們去 再做一個Delete 那我們都去這邊 因為這邊現在好像只有這邊有路徑而已 那這個先刪掉 OK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 root的預設是Get 那這是Post 這是Delete OK嗎 有三組 那所以我們拉出來會變成 會變成這三個 很簡單嘛 所以一個rootKey體KeyTool 那我們再去修改我們的View view view我們剛剛這三組 那我們先把它砍光 那譬如說 欸 link2 root到root的pace 那再一個link2 那 重打 再打一個 我記得是2 那 key2的pace OK 那可是你過去看的時候 他應該會跟你說 欸 老庭對 可是會錯 因為這邊沒有 get的key2 那 可是你做KeyTool的話 欸 錯了 我看一下 喔對啦 這邊是Post 這邊是Delete 所以這兩個都沒有 以剛剛的方式來說 因為 A的take只有get 那 所以這邊要做的話 你需要再加一個東西叫做 Maser Post 我記得是用Maser就好 OK 這個東西會強制你到那邊的時候 要用什麼Portacle轉過去 那 像這個沒有寫 就一定都是get 除非他在Fone的 Fone的hub裡面 給他那種pace 那 再來看 因為我們剛剛 剛剛這個過去一定過 因為 因為我們是用get的過去 他會跟你講 那甚至下面甚至連 你剛剛我們設定的Loud都寫給你 在Devite模式都有 那我們這邊 我們加這邊都拉超多 然後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改好 那再按一次 就會到正確去 而且已經到KeyTool去了 對吧 就已經結束了 KeyTool OK過去 那 這件事情到底在幹嘛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真正發生的情況 第一個是 Gate 那所以你發一個 Gate封包出去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他發的 Requirement是 Gate OK嗎 那再來是 其他就差不多 就是他會丟Cookie啊 丟什麼東西過去 那些都還好 那再來是 如果是這個的話 是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 他發的是Post 這是本質上的差異 也就是 如果一個封包接到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你是誰 就是 我如果是Server的話 那 全世界視為一般人 那 你丟一個封包給我 我到底知道你是誰的問題 那 差別就在這邊 也就是 這邊有 這邊有兩段 我說給你聽 也就是這個是Request 這是Response Request就是 我跟你要 如果你是Server的話 我跟你要 然後Response就是 你回給我 那 所以我跟你 發一個Request 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丟一個 欸 這邊沒有寫 RollRequest 這邊就會發一個 Post 的HTB1.1的 header過來 那我就知道你發的是 Post的封包 就這樣子而已 那 其他的基本上都一樣 如果以單純這個案例來說的話 那 再來是我們看第三個 也就是我們的 Delete的那一份 Delete其實Rails有做減炸的地方 他本身還是發Post 那 只不過他的裡面有一些 header把它 定義成 他的原生的 底線Macer 是Delete 這是他真正的做法 所以他其實 header裡面還是Post 只不過他多了一個 attribute 跟你說 底線Macer跟你講說那是Delete 就這樣子 那 當然他會希望說 那我們以後到HTB2 真的有Delete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邊改成Delete 而不是用 這種鬼東西方式來做fake 好不好 OK 那 這邊就是原生的差異 所以 然後呢 再來是 你會發覺它的 扣長這樣子 那 我們剛剛打的Macer 它其實會變成 DataMacer 那 Post在這邊 對吧 那 可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明明這個東西 W3C沒有規定 那 原因是 因為 我們在replication裡面這邊有一個JavaScript 然後這邊有個replication 對不對 那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有寫另外一個東西 比如說 app set JavaScript replication 剛剛那個檔案的真正的定義在這邊 也就是 它最後會很快的這三個檔案 OK嗎 那 所以我們去view上面看的時候 我們JavaScript裡面就會有 這一票檔案 這上面是 那個CSS 下面這邊是JavaScript 那 這就是 1 2 3 後面有一些它加的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那所以你注意看會是 這一個跟這一個 對吧 有一個 zQuery 跟zQuery 這兩個很重要 那 比如說我把 這個東西註銷掉 就好 就這樣就好 我自己這樣 那註銷掉之後呢 就沒有那一行 對不對 沒有那一行的話 我再去按一次 它會 失效 而且它會是 get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那種 data measure 然後後面可以加post 原因是因為 它多了那一個 zQuery 的UJS 那個檔案 然後呢 它當你ready好 就是 一整個讀完之後 它會去把你裡面的每一個 都找一下有沒有 data measure 等於什麼 什麼鬼東西 如果有的話 幫你把 Hexit封包 然後把 你那個東西 當作一個 送出去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 像下一個 你開來的每一個 房間 都會幫你加入 js 預設 這個都在 application.js 裡面 都會 沒有沒有 它是為了讓它的 raceflow可以動 不然我們剛剛說 我們就剩下 get跟post 可以用 那我們的page 跟delete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它為了符合 當初那個定義 所以它 一定還是要加這一個 它才能call到正正的 繞得去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像 比如說像 我們現在下面會有 iPhone JS 然後 上次那個 啊 它自動幫你生 那個 對對對 它會希望你那個 controller的那個 js 就放在那邊 你其實把它砍掉就好 沒關係 對 它每次生 那個 它會 它有時候 會希望說 你用cntroller 可以把一個項目 供應都 極限於在那裡 cntroller內 那你那些jarsquid 你就會有些地方 不要亂寫 就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OK 沒有差別 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丟出去 然後你在某個地方 require這個js 然後你在你下面的 tag裡面 寫那個datamacer 它照樣丟出去 還是會丟那個 就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今天寫 那個controller 就用sql 伸出來的 它就伸出來的 它就伸出來的 那我這裡面的那個 寫東西 它只會用在 那個 controller的下面的 new 欸 我不確定 因為這邊是requiretree 對啊 因為感覺這樣子 就會全部 對 它是全部 對 anyway 你其實可以把它砍掉 我不是很喜歡sql 好啦 欸 我這邊只是解釋 這個UJS這個檔案很重要 所以哪一天你把它砍掉的時候 你load 可能會全部噴光光 如果你用那個原生的那種方式來寫的話 好 那這是完整load 也就是最前面那一段 那照理說 你這樣子 應該可以call到全世界load 就是任何load 你都難不了你 因為你知道去如何去包裝它 那 通常會有問題的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我剛剛說的那些 你不知道如何去call到那個真正load 他明明是寫delete 可是你老是送gate出去 那缺的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貓號梅蛇 那個 那個東西要設定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是 那個什麼 有個陷阱的地方是 Russ-Ponchilber 這個東西很多人被他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幹嘛 我睡覺Russ-Ponchilber 在Scaffle寫的時候 他很習慣寫的是 他很習慣寫的是 Fong-Ponchilber的 Fong-Ponchilber 這個東西 Fong-Ponchilber他習慣寫成這樣子 可這東西不對 我不建議這樣寫 因為這樣寫的話 你那些landspace 什麼東西都過不去 那他真正的寫法 我建議你用成 這邊有個冒號UIL 其實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寫一次給你看 就是比如說 Fong-For哪裡 然後UIL後面去接 比如說你要去Kitty 那你還可以再加一個Mainster 這邊要測一下 我記得這樣 然後Do到End OK嗎 所以他你不應該在這邊寫成類是什麼 Fong-Fong-At-Item 然後Do到End 這個很怪 而且只能用在Skaffle身上 你應該寫成 就像我們上面這邊 你直接把那個 簡短的網址貼到這邊來 然後後面寫個Mainster給他 其實這邊就可以到正確的Mainster去了 這邊不會太困難 好 那我們試試看 他如果沒寫錯的話 錯了 MaddleName 等一下 他這邊還要給他一個 因為他是Fong-Tag 所以他會包一個F 那這邊 比如說Item.new 他第一個欄位 會是需要一個東西 那他之後才能幫他 遛一些Mainster出來 那 我順便把這個也介紹給您聽好了 OK 這樣就OK 只不過我們剛剛沒有填任何的Field 所以 可是你看到原始碼裡面其實是有的 也就是Fong 然後什麼東西到哪裡 而且Mainster是Post 其中的這邊有一個底線 Mainster Hidden 是到Delete去 這樣就對 這整票就是對的 那 我之前有說 因為他 他有做一些防止的動作 所以他會有一個Token在這邊 每一次送Post的時候 都會reflash一次 也就是怕你做那什麼奇怪 鬼機器人攻擊之類的 這邊還有Glutier發的 他是一個打勾勾的符號 那中間這邊都被Delete 弄起來 而且是Deepframe 9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他 這邊是他偷偷要多送出去的東西 對 這邊東西你就不用管 那 我繼續說下去 我順便提到這邊好了 也就是如何Build一個Fong出來 就是表單如何做 你可以做得更好 那 如果你去做表單的話 你會看到這種東西 比如說 xtm tax Build 後面要接個名稱 比如說 Name 這個Name 我記得我們上次的Item也有 所以他可以Build出來吧 看一下 OK 這個東西就是Name的Build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HTML的話 他會變成 這個 他會多生這個東西出來 那這邊的東西 這個Name叫做ColorName 也就是我剛剛的冒號Name的那個東西 也就是這個 那因為他是Item 所以他會把他前面加一個Item進去 就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高興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 怎麼自己做 其實你就把它 复制 貼上 一模一樣一個 而且不用受他的東西的牽制 這兩個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一個自己寫 一個是他幫你寫 我雖然所有的Phone Helper 所有的Phone Helper 都在幫你寫HTML而已 沒有別的 他都幫助你把HTML生出來 所以你那些HTML很多都可以自己做 沒有必要一定要照個幫他幫自己做 那比如說 如果我要多一個欄位 然後可是不是在他裡面的Feel的有的話 那其實我乾脆就自己寫一部就好了 WTF 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送出去 我還是可以接得到他 那我送給你看 比如說 這個沒有啦 這個送了會掛 那我就這樣就好 那 寫密 送出去 好 就是這個Phone 那 好笑 OK 前面這個Column是Name的這個 後面Column是WTF 那所以我現在開始填 填 填 然後按送出去 但下一頁沒有做任何東西 也沒有做任何過濾 只不過你可以在他的 SERVER這邊看到你剛剛送出去的東西 SERVER LOG裡面都有 也就是我們剛剛送的一個Item 然後裡面有個Name 然後裡面有一個值 然後 HOT FOX是另外一個 那你在 那你在 Control欄名就可以接到值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所以我們剛剛寫的那個HOT FOX 那個是多的 也就是多的該怎麼寫 那不是一定只有你要開Column才送出去 OK 那 我順便再說一下 好啦我先提這邊 然後我順便說一下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然後我順便說一下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這邊有個Item對不對 然後有個Name 然後有個值 然後花了BUG卻是1比1 對吧 它是有原因的是因為 我做給你看喔 這邊其實講一次就懂 然後其實你不用到處亂猜 亂看 就是說 Value1 OK嗎 或是 Single OK 那 Input Name 等於 等一下 我寫這樣就好了 SingleArray跟InHash 後面就是 InKey1 跟Key2 那這邊一樣可以再重複 OK嗎?所以我一個Single 一個Array 一組Hash Hash的結構裡面 裡面就是KeyByValue 那Array的話就是一個一個篩 所以你不用篩裡面的東西給它 那這是Single 那再來是值 那我自動填值給你看 例如說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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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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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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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在這邊 你要注意看我們剛剛的Single在這邊 Single是1比1 對吧 也就是它後面沒有那個括號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邊是1對1 一個Value對一個Key 那Array的話它就排好好 也就是它會變一個Array 變成這樣一個Array狀態 然後再來是 Hush的話就會變這樣子 也就是裡面的Key1跟Key2 那 如果你知道這個規則之後 你就看得懂為什麼 如果我要建一個Item 它的命名是這樣命名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Hush的規則 那之後我就會得到一個Hush 然後它就把它塞到 CREATE FULL UPDATE裡面 那數值就展開然後塞進去 你就可以存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它的 那個旁邊的命名方式 那如何使用 就是 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Indust 改造一下 比如說 這個 那我們直接 Require A Vendor Tax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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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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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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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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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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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 啊,等一下 這是,我沒看到log solution, initialize, template Hello Kitty沒有 為什麼沒有Hello Kitty 等下等下等下,我說一下 我剛剛做了一件事情 你要記得 那個 如果你在library裡面有寫一隻Ruby code 而且在require的時候 你的rails的server要重開 因為那邊只會load一次 所以你在改view的時候 他就會說,怎麼沒有 那其實你把你server重開就好了 我server在這邊 那關掉重開一次 那,這裡 這邊就有了 對吧 那,所以其實我每次接到API 或是接到什麼東西 第一個 我第一件事情是去Ruby 4打 把它打到對 對完之後其實我去require一次 然後到rails下 我就可以直接用它了 所以那個library撰寫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這是 我剛剛說的 來寫一個library 那,它那個產生5次是不是就是5塊到5次 那你有沒有用5次 你可以有個包裝的技術 譬如說你可以把多類一樣的差不多都包在某一個module裡面 就可以包得好好 那那些就整理的方式而已 OK 那再來是多層Controller製作 多層Controller其實我們在上個狀態已經很努力的完成了 那,如何做多層Controller就是 比如說 多層Controller第一個重點是從lails開始 也就是我們通常會分歧的狀態 也就是public,dashboard跟admin至少三層 那public的地方是比如說一個網站最外面的那一個 要直接讓使用者可以看文章 幹嘛幹嘛幹嘛 那dashboard就是使用者的後台 比如說他要修改他的個人資料 那看他的訂單 然後關於他自己的那些東西 而不是關於其他人 而是關於他自己 那再來是管理者的後台 也就是 比如說我們使用者要去管理人家的東西 那我先說一下這三層的定義啊 會是變成這樣 比如說 public 小於 OK,這是絕對的 我到目前這個都是絕對 為什麼會是這個數量等級 簡單來說 比如說我去前台那邊顯示一篇文章 可是那我勢必要有一個使用者後台 去新增修改刪除那篇文章 對吧 那再來是我們管理界面 甚至還有除了新增修改刪除之外 甚至還有審核 然後或是有額外操作 所以通常管理界面的 比如說前面有一頁 後面大概會有四頁的量 這數字很恐怖 所以我們家後面的每次後台 Ctrl都會開得很恐怖 可是前面就只有一點點 這沒辦法 這件事情真的沒辦法 好 那anyway 第一個階段是 我們的Loud要先開好 其實下面這邊都開好了 所謂的public層其實就是root這一層 也就是第一層 這一層不管怎樣基本上都是對外的 那再來是你可以打第二層 第二層的打法就是你上個namespace 什麼是namespace namespace的定義很簡單就是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loud大概是什麼 eal 然後什麼item 對吧 那namespace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可以打出這種loud 這個叫第二層 OK這叫第二層 用loud的方式來割 那在裡面這邊還有一個admin 所以這邊就會再變成這樣子 然後下面那個我不打了 就是你會有多層的感覺就對了 那當然有人用那個subdomain來切 那也是好方法 或是用很多方法來切 那你重點就是你要把這三層隔開 你不應該這種東西然後混在一起 除非你們家有特殊需求 也就是一個混雜環境的話就OK 那一般來說如果做網站大概會比較偏向這一種 也就是第一層第二層跟第三層 以同個domainline來說 那你當然可以切別的domainline 可是你這個loud也要寫著三大段 因為第一段是domainline的切領 好這邊已經完成 那這邊loud做完之後就會變成 我看一下 好上面的先移掉 好上面的先移掉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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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好這邊留著 給我帶你看一次 所以我們剛剛那短短那幾行會變成 喔這太長了 喔這太長了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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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層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過了namespace之後 會多了這一層 也是 Root OK 那這是第三層的東西 也就是再加一層 拿個密 那我們之前那一堂課有講 可是我要再講一次就是 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設計 就是 因為你這種 隱晦的 路徑應該附加於某一個正規 可是又不讓機器人進去的路徑裡面 對 因為你就可以在 Robots裡面去寫這兩行 OK 寫上這一行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寫這一行 就是在這一行東西 因為使用者後台照理說不能對外 對不對 因為那是那個使用者 比如說你的臉書 你自己的那一頁 應該也不會繡出去給人家看 是一樣的 那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對外 那因為這個Root 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所以這邊對外是沒關係的 可是你不能寫下這一行 OK 如果我是有心的駭客看到這一行 我就知道你家後台在哪裡 不是嗎 所以你應該把你的後台網址 建構在 像這種東西的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有效的屏蔽出 屏蔽掉它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是你不用能寫Artrmin 因為我之前有說 你應該打一個 隨機亂數的東西 很難猜的東西 甚至你用亂數產生器的一個字串 來當你們家的Ctrl 對 不過我們家的大概都這樣做 因為 這是最基本的啦 最基本的其中一種手法 當然你們 做高級一點 還可以去做 IP的Felter 或什麼東西 去做一些過濾的動作 那至少這個基本要有 就是最基本的這邊要有 就是你就算開出去也沒有人猜到 好 那這是Root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Ctrl 那 Ctrl會比較囉嗦一點 可是它其實你會發覺 沒有很困難 它只是很煩而已 那首先 比如說 我們的Items 的Controller 這邊都是繼承Application 好 那 其實你可以不用 不用繼承Application 如果你去看Application 的話 它是繼承ApplicationController的Base 好 這是最大的頭 也就是全世界的那一個 然後 這邊是第一層 然後第一層下面有 第一層下面之後 就給人家用 所以這是 剛剛那個ApplicationController到這邊 好 那再來是 Dashflow這邊就是 你還要再建這一層的開頭 因為這邊開頭 像這邊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如果來到這一層 你必須先過這個東西 驗證你是不是 是不是已登陸使用者 那 這個東西一定要驗證 因為這個area 都是使用者專用的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Controller 歸在這個area裡面 他就會先做這件事情 那 之後 只不過你之後的所有Controller 都要繼承他 那 這個的寫法很簡單 就是前面這個東西是Namespace 然後再加個冒號 然後這個 Controller的名稱 那 所以你就可以很輕易的了解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寫 為什麼前面有兩個冒號的原因 也就是這個是Namespace的名稱 然後你要繼承他 才會有剛剛那個 BeforeAction的CodeBate 去做驗證的動作 然後再來是Admin Admin就更長了 Admin記得這個也在做他的開頭 那部分 所以他會繼承前面這個是 前面這個是最上面那一個 或是你甚至去繼承那個base 那個也OK 那再來是你要去做這個 也就是前面的兩個階層 然後再加上這個ControllerName 然後這下面的所有的層 比如說Items 是繼承這一層最大的那一個 因為這一層要驗證是不是管理員這件事情 那你只要繼承他 他就會去做那個 BeforeAction去做驗證動作 驗證是不是管理員那個 不然你就要每一行都要寫 可以驗證是否管理員這個東西 這就是很累的 那所以你用這種繼承方式 就可以把每一層該做的事情都管得好好 然後到這邊 這就是他自己討作的面 那這就是 這就是那個上一次我們那個 2.5D喔 Day 2.5的那個 那個東西的寫法 多虧有上一次趕工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很快略過他 不然我還要從頭再打一次 那 再一次GIN的東西 那GIN的東西其實我們上次有大概講一些東西 第一是比如說 我們上次有講一些分頁 跟Single Habitat會遇到那個問題 可是我們等一下可能可以試試看 TailClick就是檔案上傳的外掛 那他其實兩三行就結束 我記得我們的item欄好像有 例如說 OK 這是我們上次上的 也就是我們加一個多一個cover 然後裡面可以分三層 那我們如果上面有一些文章來解釋 這個前面這個符號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跟你的DefaultURL 就是當你沒有上傳圖片的時候 到底用什麼圖片去取代它 跟驗證 驗證它是不是圖片 因為它上傳上來可能是Def檔 對啊 不是圖片檔或是一些奇怪的檔案 那他會去驗證它 那這個驗證很多 可是你要去看PailClick 譬如說它可以去驗證檔案大小 要幾MB 你不可能人家傳4MB 然後你那個Server會停在那邊一直等它傳完 對 那anyway這邊可以驗證很多東西就對了 好 這是PailClick 然後再來是Device Device我們上次應該有做完 也就是在 等一下等一下 Device開始的話是這樣子 比如說 Rails G 最一開始是這個 也就是你要去加它的距離 包括PailClick或是什麼東西都把它加進去 然後直播Device有個比較特別是 它會多一個Generate 在上面 在上面 這邊會寫 比如說Device 然後你可以GenerateDevice 那它會把它的Initialize 裝好 那你可以做它的View 跟它的Controller出來 這我們上次有說到的齁 所以我們可以Rails G 然後 你還可以繼續問它 誒? 可是這邊好像就應該不用了 因為Generate 喔對 這個是 這個是做那個 Model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要Initialize 檔案 你一開始一定要做一次 就是 Install 你做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會幫你生成一個檔案 在 Config下的 Initialize 的 Device 裡面 在這邊 那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設定 它甚至可以支援到 Rails旧版的登錄方式 包括它的演算法 然後甚至像這個是ORI 也就是 如果你不要Active Code 你想用什麼Mongo Mongo 的一些Pension 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幹出來 那這是 Device設定檔 這個檔案一定要在 不然Device不能動 那你甚至還可以設定你的Prize Key 你的Secret Key 那你的 你的譬如說你的密碼加密 或是什麼 Token加密 它會用這個Key來加密 額外設定 那預設會是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Secret Key的那一組 Rails有一組 Secret Key 我們最近最早的時候有講過 有一組Secret Key 那一個Key來做 那這邊一定要設 是這一個 是 因為 Device會幫你 送出那個 確認信 那 你一定會有一個 送件的Email 那 所以它會提在這邊 這邊就可以設定 設定掉它 那詳細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看 其實這些GIN都很簡單 你去把GIN Hub 從頭到尾看一次 就結束了 甚至你不用看完 你就大概知道怎麼用 那 譬如說我剛剛有說的第一個 GIN Device GIN Hub 那個Rack裡面 那 GIN RAID 那個Device Install 跟再一次Model 其實你就可以把一個 使用者註冊的一些流程做完 那下面還有一些提示啊 譬如說 你要用 你要用某一些功能 你就要開某一些的Migrate 啊你不要用的話 你就不要用它 就把它mark掉就好了 這在我們上一堂課 大概都有提到 就是 做那個作品的時候 好 這是Device 然後 Key & Ken 我應該不太解釋 因為 Key & Ken 的擴張性 蠻高的 我找給你看 比如說 Key & Ken 這是Key & Ken的GIN 那它主要是做 那個什麼 全線控管 比如說我的使用者分兩類 分三類 那我的管理者分成兩類三類 或是很多類隨便 那 這邊 在做全線控管 那你可以在 類似這種東西 或是在 譬如說 你的Control裡面 可以加一些 加一些 這種東西 那它就會套用它 剛剛那些規則 或是你自己定義的那些規則 去做 過濾的動作 那過濾不到的話 你甚至可以 制定它的下一步 要幹嘛 比如說 你按下某個Button 然後把它倒回首頁 然後提示它說 你目前沒有這個全線 這些都做得到的 那可是它裡面打得很散 就是 它沒有一個基本的規則去玩它 它開了很多很多很多種規則 你可以選一種你要用的 因為全線控管這件事情 是很機車的 比如說 我可以在User Table裡面 打一個Colon叫做Label 那Label可能是0到10 然後每一種數字代表某一種意思 那我也可以把它打成一個關聯表 例如說 這個使用者符合某 某多種身份 那每一種多種身份 到底要幹嘛 甚至打成一個 二維的陣列 然後可以讓後台在那邊打勾 對 因為它使用的方式很多 所以它就變成 它沒有辦法 所以它就可以 它只能把它自己打得很鬆散 那 Anyway 你可能要大概看一下 才大概知道它到底要怎麼用 那你可以找出你們適合用的方式 那這邊是做那個全線管理的 好 那SyncHarchar 我打一次好了 做給你看 比如說 為什麼要做SyncHarchar 原因是因為 就算在Device 你也不能阻擋機器人的註冊 因為你沒有做一個 人類跟機器人的識別系統 很微小 所以你無法分別這兩個東西 那我做一次給你看 比如說 Device其實很簡單 對嗎 那個SyncHarchar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 好 OK 那 OK 等一下 我們再直接進去喔 很小 OK 這一行 我喜歡加這一行 OK OK 這行加進去 反正你看GIN其實很簡單 就是 Github上面找一個GIN的名稱 打進去 然後readme 然後它叫你怎麼做 就怎麼做 然後貼回去就好了 那 足夠那GIN file修改說明 要做一次方向install 好 快點了 快點了 可以這樣直接把那個GIN 撞下去 那很神奇的事情 欸 我在GIT 好不好 我在GIT 那 OK 之後其實就使用了 那可是 它會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去做 這個 GIN rate 好 那 GIN rate它會需要 一些TableCard 因為它需要把它 ReviveKey 就是 裡面的密文去 做在那裡面 欸 等一下我噴掉了 為什麼噴了 3到0 Create 欸 等一下 直接修扣 我看一下 為什麼上火爆 欸 啊 等一下它變兩行 搞定 再試一次 我去弄另外一個sauce 看一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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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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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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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扩我好像寫錯了 在 這邊 3-0-2-0-RB18 8-2-0-5-0-6-0-8-0-5-0-0-1-9-0-2-0-1-0-0-1-0-1-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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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0-1-0-1-4-1-2-0-2-0-1-1-1-2-O-2-1A-1-0-1-2-2-0-1-1-2-20-3-1-0-2-1-1-5-1-1- bits-1s-2-1-1-1-5-1-0-1-2-3-1-0-1-5-6-0-2-1-1-2-4-1-1-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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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討厭 拍不到 不好意思 我改錯了 你ARG 好 沒救 他怪怪的 我之前RUN的時候他也怪怪的 看一下喔 DB的Create過去就好 那我們自己新增算了 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去研究他Live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Generator裡面其實就有 Template Migration.rb 其實你就把它複製貼上就結束了 其實你不用打那個Generator 他Generator其實也是把它抠過去 OK 我們來做 所以我們剛剛打的是REL 只不去Migration 這個名稱只不過他要改成 可愛的 檔名 不是脫風 好 Vin 好 那 去貼上 OK OK 對 我們剛剛其實只是想做Migration 如果要Migration 吞掉 那繼續做下去 雖然這邊發生亂流 雖然這邊發生亂流 Migration 然後 Controller其實可以不用這樣寫 然後 他的重點其實這個是 是 Show 的部分 那我們去Show一下給你們看 Index 試試試看 可是 Delete 沒有了 這個我們剛剛移掉了 我沒有Hallokity Hallokity2的PASS 誒 裝了新的東西都建議你設了 重開一次 再試一次 OK 這邊就 完成了 你會得到一個 可愛的鬼東西 然後這邊會有 Transation Missing 是因為 沒有翻譯 翻譯其實那個GIN裡面 這邊的檔案裡面也會有 那可是他其實有多給你一個東西 就是 就是 因為他剛才有GIN RAID出來 就是在View裡面 的 Syncratcha裡面的 這個檔案 其實就是他的 那個 Layout部分 那其實你就可以 直接把它改掉就好 比如說 欸 Ansions Field 我們家之前怎麼做的 我記得我們家之前做這個啊 很好笑 就是 我們家都沒 沒照官幫做 我們家做 做法是 直接複製貼上去 不是 那意思是一樣 因為你用Hupper 然後Build出HTML 那你不如一開始 就直接寫HTML 除非那個HTML 有太特殊之處 對不對 蛤 蛤 所以Coucha 我們目前遇到一個問題 我當然知道 好像按一下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對方是大陸 你教我吧 然後我們家老闆還出了問題 對方是老人家 OK 那這不是有那個 喔 那個他說那一群老人家 沒辦法啦 好不好 我大概知道乳化橋很好用啊 這邊要變成我A 什麼 請輸入什麼鬼 請輸入上面的鬼 那 那 那所以你就可以Key嘛 對不對 OK 送出去 縫就送出去 那只不過縫送出去之後 該如何驗證它 送的對不對 那其實它裡面都有提供給你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去 去 include就還好 這些其實 這個要 這一行要 因為它在 Allocation裡面 在Allocation工作 所以你要去include它 那 我們去include一下 可是 這一行好像不用 欸 要 好啦 我們去做一次 去include它 因為你的control才可以用helper 那 control之後就可以這樣做 就這樣就好了 OK嗎 所以我做一次給你看 比如說 我們做一個變數 比如說 atItem 對嗎 ams等於 neel 好 那 at ams 等於 neel true true ok吧 所以 neel true pulse 這三個class是不一樣的 那我等一下把class丟出來 那我們順便再加一個load 可以做pulse的動作 它就可以把那個 東西送出去 好 那我們再去做一次load 例如說convig的load 我們這些都可以先取消掉 例如說 in 跟 end 好 我們要做一個post items items 2到 2到 items 的index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load 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做一個很簡單的form 讓可以把剛剛按出去 那順便內頁也顯示出來 例如說 view app view items index 我開了 meditem 這邊可以做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之前有寫一個 叫做 phone tag 比如說 phone tag 後面接的是 URL為導向 所以它後面接的是 items 其他應該都不用 do ok 我這邊說一下 phone tag跟phone for 不一樣 它是兩組 那我順便帶給你看一次 那我先寫起來一個叫做 phone tag 一個叫做 phone tag phone for 這兩個東西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東西只是 tag 它叫做 比如說 phone 到 phone結束 裡面沒有任何物件 也沒有什麼item 什麼東西 7頁進去 可是 phone for 後面一定要接一個東西 比如說 item do f 結束 這個 裡面 這個語義 意思是說 我專門for item 這個東西 去開它的fill 不是一般的表單 上面這個就是很一般的HTML 的表單 那如果你去查 Hilber的時候 你可以用兩組關鍵字 一個叫做 reels phone Hilber ok 你注意看喔 這邊是reels view 方 Hilber 對不對 這件事情跟第二個東西不一樣 下面這個東西叫做 phone tag Hilber ok嗎 上面這個就是 有Ojak的那種 裡面有個book 可能裡面有一個item 或是有一隻貓 有一隻狗 隨便 那我把它開給你們看 有 有 有 好 那這是phone Hilber phone Hilber裡面就會有 phone for 某個東西 do f 然後 f做一些包裝 把線紋伸出來 第二個是 phone tag helper 就會直接是tag 你會發覺它裡面根本就沒有東西 而是你塞個名稱它就把Hilber 轉換出來的方式 這兩種 這兩種差很多 可是它可以連用 那我這邊先不講連用 我們先把現在的call寫完 所以我目前因為沒有任何的物件 所以我用的是phone tag 然後phone tag 然後 我還需要一個 要submit OK 那在這之前我們要先寫一下 at ends 的class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要驗證 Copchar證不正確的那個東西 那 差不多吧 試試看 OK 所以現在是false class 也就是它沒有驗證過 它現在是驗證不過的 因為我們重新整理而已 它是一個gate的包包 所以它沒有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那 true class 送過了 那 anyway 它裡面其實沒有跟你講說 沒有過的話你要幹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寫 也就是在control裡面可以自己寫 比如說 我再給你看一次我control的call 比如說 我其實就只有這樣寫而已 也就是一個ns 然後如果它 我就直接先驗證它 那 所以通常在這邊如果是false的話 會是譬如說 3.2 哪邊去 譬如說 index action index 然後 mortis 是 那 sassist的話 就直接秀給它 看它可能就在這裡 這邊整票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那 那 這是singletcouch的用法 好 然後 anyway 你就有 重現整理就會有 它就會產生這些東西出去 然後 它會有一些 狀態維持 那 這邊其實你 你如果去看到收拾call的話 你甚至可以改它顏色啊 改它自行啊 一些奇怪的東西都可以改 好 這是singletcouch 然後 其他大概我們上一堂課都有介紹過 譬如說分野 然後 上傳圖片 註冊系統 跟 全線我們剛剛講了 大概講過一下 好 那 分野 註冊 圖片上傳 我們上次都做過 也就是 上次那個一直在那邊 雖然很趕 可是我們其實做完了 那 User跟Manager全身分野 其實上次也做完了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就是我們會先分三層的 Area Area之後 它裡面的最大的那個頭 會去宣告說 我要去控制什麼全線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 因為這個是dashbar那一層的最上面那一層 然後 後面就有這一行 也就是這一層一定都要驗證User 這件事情 跟 我的admin 裡面也都有這一個 所以我進admin的時候 這一層的時候一定都會驗證User 是不是管理員這件事情 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範圍結構 手工類要 手工類要其實很囉嗦 手工類要講一下 就是 譬如說 我去我之前的網站給你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你會先寫 這個我們之後會講什麼是RWD 也就是教你如何刻出 那個伸縮自在愛這種網站 一個網站通常會有一個上面 這叫header 通常下面這就是content 最後會有一個footer 也就是最後下面這邊 這是最簡單的 那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去設計你的layout 你會發覺這邊的每一個東西都差不多 就是上面跟 這頁也沒最下面 下面都差不多 下面這邊有一個分頁 那 所以 你在layout在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 OK 這是乾淨的layout 那之後你就可以開始定義一些部分 比如說 header 跟 yield就是中間的那塊body 也就是你之後的網頁都會出現在yield這邊 那跟 下面的那一個 就是 Hooter Hooter OK嗎 就這樣就好 先這樣就好 比如說 那記得你在做layout的時候 要先挖洞 因為挖洞可以讓你之後很順利的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可以開始挖洞 好,存檔 那我們就去玩 我們剛剛的網站 我們剛剛的網站在這邊 OK 那 這邊的重點不是在這個頁面 而是 通常玩到後面的重點會在HTML上面 那所以我們剛剛有一個 Header 對吧 那中間這一塊是我們在view裡面的東西 先不要管它 好 那在最下面這邊有個Footer OK嗎 好 那所以我們再來改 所以我們去剛剛那一頁就可以開始改 所以我們去剛剛那一頁就可以開始改 如果你剛剛有挖洞 你就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 content all head do 到 end ok 那 這邊就可以做你要的功能 比如說 我可能到這一頁的時候 那邊 上面那邊 要放一個icon 進去 那我到這一頁的時候 下面可能要放什麼 那 那 喔 附陣 對 可以 昨天有地震 昨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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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被震醒 對啦 ok 所以你就可以出現日龍鬼攻擊 欸怎麼 他為什麼出現兩次 開心 欸 好 好啦先這樣 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所以anyway你要記得你要挖洞 你要挖洞之後就可以開心的 欸等一下 我知道 content for 欸 我們要等於啊 我看一下勒奧 有時候會被自己搞 等一下等一下我這邊有個header 一有的header了 這個砍掉就沒有了 ok 你只要在你的內奧如果做得很好的話 你就可以讓你的每頁的content 在各個地方就有新的擴充點 那 例如說 我推一個內奧給你看 通常我們建立的要不會自己去做 如果你們有時間有盡量給自己做啊 你們如果 如果是一個小 然後沒有請那麼多人 你不如去買個layout來算 就是那個外框 那 我通常都拿這一套來當demo 就是我一直都拿這一套來當demo ok 那你會發覺這個layout就長得漂亮 那 一樣就是RWD全部都支援 所以它有很多content 那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layout 如果你要用在你的後台當然都ok 那之後你就可以開始設計 比如說 我在layout裡面就會有menu 對吧 有哪些元素是一定要用的 比如說這一行 然後這一行可能可以改一點點 這個一定要 那最下面這個看你要不要 那 通常 這種layout都還會再多設計一些 比如說 我有的頁面要有設定的項目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 對這邊沒有 那我說一下設定項目是什麼 比如說 我這個layout就可以在這邊挖一個洞 那讓這一頁可以插一個專門用於設定的東西 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像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call可能藏在這邊 那可是這一頁的內容只能出現在這邊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觸動到這個按鈕的call 懂我意思嗎 假如這個button的實際的call的位置 可能在header上 那可是 你會發覺 那我們去insert我們的view的時候 我們只有一個異有的朋友 的時候 那我們的call一定出現在這上面 而且我們基本上沒辦法修改這個button 或是header 對吧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在button或是header上面去挖那個 剛那個異有的冒號的那種動 然後去做一些修改動作 甚至你還可以做到很多活性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需要某一些變數才會呼叫到那一段異有的 或是去做一些filter 或是去做一些filter 然後去過一些變數之後才會去抓某某些 方式拉回來 這個東西很難解釋 那你可以想像 比如說我有兩份menu 或是 或是我有三份後台 可是我的layout只有一份的時候 那我可以在controller那邊的 比如說application裡面就建一個變數 是第一份menu 那我到我dashbar的時候我可以建第二份menu 那我在layout的時候我就可以依據那個變數的形態 然後拉不同的menu拉到這邊來 然後用partial的方式把它163 就拉回來 就類似這樣子的意思 那所以剛剛那個挖洞的方式很重要 你只要會挖那個洞的話 其實你的東西就可以排在很多地方 那這個是layout的部分 手工layout 那我不建議 除非你們時間真的很多 那至少後台我希望你們就用這種東西 所以你就一定用這個地方 他們家很多啦 給你看啦 閃掉 因為 欸等一下 不是 不是 出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切太多頁 OK 他們家很多啦 因為他們家 admin那些我們家有在買 他們家差不多套 對啊 很多 那所以你們就可以call來用 那 我不建議這個 看你們要不要上sapopline 可是我不太建議 你就直接丟public 然後把那些路徑都引入對 它其實就會長那樣子 那現在就是一包 static file 純HM 就是純HM 他們家賣template 所以他們一定會確保 它template在任何語言下 能夠work 所以勢必就是純HM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邊都是純的 那所以你 你就變得 就要自己去做那個layout出來 把它的語法 負貼上 貼成那個layout 然後再挖幾個 你要的洞 然後就開始塞 你要的content 對啊 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OK 其實這邊有幾套還蠻帥的說 因為ACE那個比較好記 所以我就一直都用ACE那個 我們家好像目前是用這一套 對我們家用的是這一套 我給你看我們家的 我等我了 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家很懶得開發一些東西 還蠻厚的 對 這個是使用者後台 呵呵呵呵 你就知道我們家有多拓爛 然後我們家最後的後台 是用ACE那一套 對 因為那一套比較colorful一點 對啊 你其實就買一套 然後回來自己搖一搖 然後裡面功能又多 你就拉回來 複製貼上 然後就可以用那個功能 對不對 OK email的話 你需要在你們的那個config 下去 輸入你的smtp 的設定 我記得 reels的mail 有完整的說明 對 這mailer裡面就會跟你講說 你需要在哪邊上mailer 或是什麼東西的 那 mail有專門的mailer 他很像那個什麼 model的那種格式 然後你可以去制定很多的東西 譬如說 那個mail 這邊你就當作是mail的controller 那 他可以去做他的view 你可以有很多套不同的mail的view 那 你可以設計不同的view 然後套不同的內容 就大概那種感覺 那 這邊其實就還好 可是 我說一下mail的問題在哪邊 mail的問題通常不是他本身的問題 首先是 送mail這件事情是很慢的 因為你的smtp的那台server 可能會拖你速度 所以可能 所以後來都變成dehub來做 那所以後面有一個叫做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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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ver在哪裏 ok 真正的callmaster 就是如果你要送出一個mail的話 會像這樣子 也就是後面有個點 deliver 什麼東西到哪邊去 那 這句話其實很好笑 就是通常 前面就是一個設定值 也就是你要為他一些資料 比如說 user的name user的mail user的一些訊號 或是你要給他一些文字 比如說 Hello 你好歡迎你的註冊 那一些內容 要先輸給他 然後最後要加上這個語句 然後這個語句有點差 比如說 deliver now deliver later 的意思 就是說他會把前面的那個東西 放到一個deliver job裡面 之後慢慢去送他進去 不然你的那個action 會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會卡個5秒 10秒 20秒 因為他在等mail送出去 然後你的使用者會很不爽 非常不爽 所以他重點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deliver later 這個語句而已 那 anyway 他是一個deliver job的東西 然後 其他就還好 就是因為他的 他的layout 他的view 那種東西 也是用那個 類似我們剛剛在打那個view來寫 完全一樣的東西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是 HTML裡面一定要用 那個 mailer裡面一定要用 那個 inner css inline css 然後他不能有其他東西 我寫一個給你看 比如說我在寫mail mail裡面是 我記得可以不要用這個 還是要用 忘記了 header不重要 我記得要 那之後就開始定你的東西 譬如說一個body 然後一個 div 這邊不要用class 因為class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送到對方那邊去的時候 他只管如何表現 然後他會把你的class ID 那些全部都砍光 這邊也不能用這種東西 比如說 style 這是不能用的 因為style這個東西 是一個global的tag 可是你的mail明明就是一封小小的在旁邊那邊 一小封而已 所以這些都不能用 你能用的東西只有 比如說 style 等於 類似這種寫法 這個叫做 enite.css 也就是寫在tag內 那 mail就這樣寫就好了 以 以mail的他的view來說 你就這樣寫 你就可以很快樂地寫完 那可是 很多可是 因為每一家mail的系統支援度不一樣 有的甚至不讓你用div 之後就開始會很可憐 用table開始pink 這沒辦法 因為每一間mail的支援不一樣 所以 像我們家通常測 測到google ok我就不理他了 因為google的mail比較多 啊 yahoo跑版不理他 不然我這樣 不是 不是 而是這樣子我到底要測到什麼時候 為了你們家那個mail的系統 不知道他過濾到什麼程度 去改我家cs 我會改到封掉 好 然後 繼續 繼續 再來是 流程問題 流程問題 欸 流程問題要講什麼 忘記了 流程問題我提到前面來講 第一個是通常一個網站 通常一個網站 比如說有 A B C A D 四個流程 我希望你們應該做一下分析的動作 就是如果這四個流程啊 都是一樣的時候 就是 比如說 A轉送到B 轉送到C 轉送到D 然後沒有任何儲存動作 那這個是什麼 比如說 這是 確認頁 那 這可能是 License 方案 個人資料 那 這種頁面有的地方很多 可是 你會發覺 我其實 不喜歡有一些交流時的人跟你講說 你應該切成四頁 比如說 確認頁可能只是一個Button 那 他下一頁是出現一個全版的License 然後要你打勾 然後去 然後到下面那頁 然後再按到方案頁面 方案頁面只是選ABCD方案而已 那再來 到個人資料 那四個 四個流程 下一步都是要填個人資料 而且都填一模一樣的時候 你這邊的四個View 不如就做成一頁就好 對 用Draw Square去切 比如說 上面 其中一個View是確認其他隱藏 當按加確認的時候 顯示第二個View出來 其他隱藏掉 那他按確定OK的時候 再顯示方案 然後其他隱藏掉 那最後讓他填 那真正填送出最重點的是這一個 也是其他一個 那這樣子的流程 其實你就做一頁就結束了 你為什麼要做到私業去 可是 我遇到很多人都做事業 甚至教學生也教事業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可能覺得這樣都容易 對 Anyway 對我來說 記得 前端歸前端 後端歸後端 你如果分析大約一個問題 如果 該是前端的話 你就把它數到前端很好 而不是 混在一起 好 OK 然後 我們今天應該只有這樣吧 因為 我們上面有一大堆東西 我們的2.5D都搶光了 今天好像第三天而已 好 我順便 我順便繼續說下去好了 比如說 什麼是攻擊 攻擊 其實ROS幫你做了很多東西掉 那我這邊要慢慢講下去 那 ROS有一些東西一定會成功的 比如說這個 單欄位大量資料攻擊 那簡單來說 比如說 我們加 我看一下 SCHEMA 有 這邊有個叫做TAX欄位 descript 這是預設MySQL TAX 所以它的真正的長度 你要去看MySQL的定義 那我要找一下MySQL Data Type OK 這是MySQL 我們現在用的是MySQL DB 所以這個問題跟你的DB有關係 所以你應該去看你的DB的定義 因為在Ruby下自串長度是無限的 基本上 好 那 所以 Data Type Timing 在這邊 這是int的 然後 這是charted 沒有 掛掉了 怪的 在這邊 所以 基本上 我記得是 是 多少 我忘記了 反正它非常非常的大 你甚至塞怪怪的東西進去都可以 那 如何塞進去 我們塞給你看 比如說 我們剛剛那個是什麼table 去 part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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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tool x 500 那麼多 item.save 會...誒?真的嗎? 沒有,應該超過了啦 它其實有個極限在,可是我忘記它極限多少 不然就是我們家的那個buffer不夠多 啊靠 它全部回去 X100就好 還是噴 有那麼少嗎?還是 看一下,有的 啊等一下等一下,是CADID 所以我們剛剛也有興趣 這隨便塞就好 那我們再塞一次 理論值 item.save 欸,還是噴,我會捲不回去 知道嗎? 好啦,我們還是乖乖用就好了 OK 你會發覺你可能不會希望它塞那麼多資料,可是它卻塞了進去 那... 你其實可以挑戰它的極限 OK 那這個到底有多多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 你絕對不會在簡數裡面或是一般文章裡面打那麼多的文字 對吧 那... 所以你勢必要做一些黎米的動作 那我們 課程到現在為止沒有講到一個東西 叫做validate 叫做... 因為這個東西很深 而且很多 所以我就沒有講到 這個東西是 當你要把一個資料塞到model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前置過濾的動作 在這邊就可以做 那... 這邊就有 比如說... lens 所以你就可以規定剛剛我們的那個長度到底要多少 那... MySQLTax是有邪惡的地方 第一個是因為Tax本身沒有指定長度 所以你也不太能限制長度 你最多能限制它最多到多少by可以 那... 你另外一個選擇是String 只不過你有給它一個... 等一下... 比如說像這樣 quitColumn 然後items discreef 類型是String 然後Limit 這邊就可以打到蠻多 比如說打到3000 它長度就是3000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就指定掉 不是你一定要用Tax 因為Tax其實有時候還蠻危險的 那... 上面這一行 我再提另外一個東西是如果你是... items items Status 的 integer 的 int 1 上面的那一個啊 是String 這邊是長度 最多長度不能超過3000 那可是 如果它的單位是integer的話 這邊的是 bite 它是bite的數量 所以 一個bite是 0到25 等於 256種組合 對不對 所以... 可是預設mysql都是 sine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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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那個... 正符號的 所以... 真正的結果會是 -128 到... 正127 它長度1 就怎麼那麼多可以選 所以... 因為它是bite的數 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 所以你要先注意你的長度問題 而不是你Tax打出去 你隨便你再會搞你 那比如說我可以把... 什麼檔案 然後就亂纏出 纏一大堆 然後你就看到你留言板 其中一個就... 呃... 就不用看了 這是攻擊手法第一種 那... 再來是... 我補充一個長度的報導方式 Mysql啊 它有一個那個... Function 非常地急車 然後... 我們都知道有的時候 我們自斷程度過長 然後... 有一個Mysql去塞 它是要負負負負負責 然後... 它會噴往你 然後把自斷切斷 就是那個草叢市場的部分 然後呢... 前幾天我去聽 那個什麼台灣大飛客的分享 那像我分享的一個攻擊方式 讓我看的那個資料都掉下來 他說... 呃... 你知道早期有一些網站啊 他在判斷那個什麼... 帳號是不是耳的命 你知道它是用那個... 註冊的使用者名稱 那使用者名稱是耳的命 它叫什麼命 那... 你要怎麼樣註冊一個其他也是耳的命的使用者 因為他會檢查名稱是什麼樣的 他的做法是... 那我就打 耳的命我們交好256個空白 所以就下跌影 呵呵呵呵 嗯... 寫字幕的時候呢 他會去比對 他跟不一樣的 對吧 跟字幕拿出來比的不一樣 然後寫進去的時候 他就... 欸... 會不會的光把後面切掉 這邊的命可以追空白 但問題在於呢 Bicycle裡面 儲存資料的階段字緣 是什麼 所以說最後Select出來寫過 這兩個行是怎樣 OK OK 所以... 遇到自己特別長的時候 我請拒絕掉他不要跟他在一起 好 我們下次玩玩看 呵呵呵 沒有...遇到這個要自己試試看 OK 那繼續喔 再來是... 巨量的Bud的攻擊 這邊比較尷尬 首先是 如果你真的能寫一隻機器人 然後打自己作品的話 大概... 如果你寫得好 百分之百會成功 呵呵呵 那...我先說一下 Rose其實裡面已經有... 過濾掉一些基本的攻擊 首先是像我們剛剛這一個 那... 你注意看 我們這裡面有個東西叫做... 因為這邊有個FORM嘛 欸...應該還在 這邊有FORM裡面這邊有個Token 對吧 這邊有個特殊的Token 這東西很重要 簡單來說 如果你重新整理的話 它會是一樣的 我有再重新整理喔 再看一次 欸...這隻不一樣的 這次重新整理的話 它還是一樣的 Source Code重新整理還是重新整理 那... 再來是... 如果我送出一次 我只要送出去就好 欸...我要填它 欸...它還是一樣 那這個沒有過 它沒有變更啦 對...它為什麼沒有變更 因為以前的都會變更 你只要甚至重新整理一次 或是送出之後就會變更 那... 我再試一下 啊...沒有...沒有... 對...看來它沒有 它可能是有觸發Save的東西之後才會變更好 Anyway... 它其實有做一些東西 那... 這個東西的Key的Base在哪裡 在你的Cookie內 欸...這邊也沒Cookie 為什麼 有啦...這應該有 在Cookie內 那... 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一個怪怪的東西嗎 就是... 在FORM裡面的 Key OK...在FORM裡面的這個Key 對不對 它目前是Q等於結尾 那... 如果我把我的Session清掉的時候 它一定給我另外一組 所以... 我再清 它一定還是另外一組 我一直清它就一直變 因為這個Key是對你的SessionCookie 而且SessionCookie本身是有加密過的 它後來用的是... AES 做加密 啊...之前的很蠢 之前的是... 我自己說都不好意思 之前的Rules1 Rules2到Rules3 都還是Base64加CheckSound 這件事情心臟超大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真的有Rules2到3的東西的話 如果登錄的話 基本上是無法隱藏UserID多少的這件事情 即使你不登...即使你... 簡單來說 你把Base64解開 然後你丟到MASIO去 你就知道它是誰了嘛 對不對 這漏洞很大 然後... 但Rules4之後 這邊就全部都AES 那它AES做得也很好笑 因為它AES其中一個Key是固定的 對... 那它... 第二組Key 第二組Key 它是它你的那個... 5BKey 就是SideSideKey的那一組 所以基本上還是安全的啦 那只不過... 會怪怪的齁... 怎麼會因爲什麼重要資料 還是不要忘記到Rules2 欸... 對啦... 所以後來通常都... 丟出去的就是一個SideKey的 對... 它不是完完整的東西 好... 那你會發覺它還是有一個減號多少 後面其實就是CheckSign的動作 所以這邊其實基本上不用怕破解 只不過怕被人家看到 就是舊版Rules其實看得到 真的看得到 對... 看到之後你就會有幾個很蠢的攻擊方式 例如說... 你今天去註冊一個 然後明天去註冊一個使用者 你就知道這段時間內它到底侵佔多少使用者 類似這種奇怪的破解方式其實都做得到 OK... 那所以它的... 這個Token其實是對Session的 那所以... 你送出這個FORM的時候 一定要把Session送出去 不然你... 它會直接丟一個錯誤給你 比如說... 欸... 這邊沒有 因為這邊沒有專門接Key 那... 接掉 會得到這一個 就是... Evely的Token 也就是你的Session的東西 跟你的那個送出的Key 對不起... 欸...我再示範一次給你看 就是... 就是... 如果你沒有送出這個東西的話 在Rules下預設會擋你 就是... 比如說我改掉 送出... 我要填它 會得到這一個 因為你的那個Token 不對 所以... 基本上... Rules已經幫你做一些事情 它... 防止你從別的網站 或是你用一個Jarscript 去... 讀一些東西直接送出去 那它會把這些打下來 可是... 如果你... 東西寫得很聰明 然後把那個Token送對的話 還是會過 所以我就說... 沒有... 幹不到的機器人 它只能防菌子 不能防小人 可是它其實做得很好 老實說 如果你去做那個什麼... 漏洞測試的話 這邊大概可以把它 把它的漏洞測試 擋掉80%以上 因為它... 它送不到對的 OK... 真正巨量攻擊 可是... 巨量Bull的真正攻擊 我就說... 因為你只能防菌子 不能防小人 那如果你要連小人都要防的話 請你上我們剛剛那個... 可愛的這個東西就好了 基本上 那你至少上這個 大概可以擋掉剩下的百分之... 我們剛剛打一下百分之八十嘛 你還剩下的百分之十九 那還有一%還是有進去 稍微分享一下 那個... 剛剛的那個東西 那個Poken 事實上它更大的防禦 在防禦另外就開過的攻擊 叫做DSRF 好... 跨網域攻擊啦 因為... 雖然說我們... 在使用者那邊是緊急的 但假如你們知道說... 那個... Drawscript是可以送出那個表單 如果說我簽了一本Drawscript 它會送出表單去... 例如轉帳 你把VC先轉給我 然後把這段文章發給我這支 然後這支 它沒有去真的做這個動作 但是在打開這頁頁面Drawscript 繞起來 你就轉帳 我... 我說... 我說一下 其實叫Swick 還是可以把Token送過去 但是... 這樣的話 它必須要連任何Poken都拿到 當然 當然 可是當Rals的Token 寫在Header內的時候 好不好 這是尷尬的 Token Token 在Header內有 所以你要連... 它如果連Cookie 跟... 也就是... 它就算得到你的這個也沒有用 它要連你的Cookie都要得到 對吧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Cookie都要得到 就會成功 這個只會在你現在使用的內容發生 對 對 它如果偷到你網頁就沒有用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 是使用者不可能的部分 不會在網頁頁面 所以你偷不到內容 OK 對啦 這個是對的 因為以前玩過 對過 好 這邊是防 就這樣吧 所以像我們家有一些真正會對外的 什麼叫真正對外 叫是註冊系統 你一定要讓使用者註冊 對 然後或是什麼 客服系統 不用註冊都可以留 對 那個東西一定要上一個Culture上去 那你們用什麼做都沒關係 像recapture 或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或是saker 最簡單的 好 那 那 因為像這個來說的話 所以它變成非常難的 對 那這就是剛剛的一趴吧 好不好 沒有它可以用到很亂 它其實可以用到很亂 它還可以換自行 什麼東西都可以換 好 那這是防吧的攻擊 那 anyway 有攻就有防 那既然我們開網路就要防守住 然後再來是流程中亂攻擊 然後 這個就是最有名今天的那個什麼 富士上星魂那個什麼 富士一元當 對不對 首先 沒有它其實很簡單 因為 因為我正在串他們的API 所以我有他們的API document 然後 所以他們在那邊漏洞 我大概都知道 他們其實是一個中段的攻擊 就是 我在中間先把它的流程掐斷 然後我改一下那個風暴 然後就送出去 然後他們的Document很好笑 他們的Document沒有去SUM 他們的Document沒有去SUM 沒有重新做HGM 然後送什麼都搜 然後 所以就很尷尬 就是如果你 如果你能做封包擷取 然後你大概這個攻擊都會過 都會通過 那 一般來說流程中亂攻擊其實就是 例如說我有四個流程是 A到B到C 請你做任何一個View的時候要做前端跟後端都要做雙向檢查 不能只做一邊 因為使用者丟給你的任何一個東西絕對都不能相信 這是最基本的守則 那再來是 這一次的攻擊事件有一個地方有趣的是 我說一下不只他們 其實我接過幾個金流都有這樣狀況 就是 比如說A是Knight端 Knight端 Knight端去了B網站做 Pay的動作 付費 可是呢 B網站要去做一個動作 它叫做 A AutoPost B要做AutoPost 那這邊是JS的 JS的 才能到A 我說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 B無法用 Read to 發一個Post 給A 你記得我們HTP的 這個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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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種東西或是302 你只能發出一個 redirect 就是我下一站網址要到哪邊去 可以到他家去 可是這個東西只有 get 那如果你用 get 的話會很糟 因為使用者可以在網址上面看得出 你送了什麼東西給他 然後他就好奇心會去改一改 所以那可是 a 又要 b 又要用最快速度到 a 去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空白的網頁 上面會寫連線鍾情等待 他其實就在做這個動作 他就是那個網頁揉完之後 他有一個 hidden 的 form 然後那個 job 2 也直接把那個 form 直接送出 然後打到 a 去 對 那可是這個東西可以被中斷掉 如果你會寫的話 那所以你就把這個中斷掉 然後把東西改一改 然後再送到 a 去 那 a 如果沒有做 verify 動作的時候 也就是他當初開單 比如說金額開一把 那他後來接到消案說 這個結束了 可是金額一塊錢 那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對單的動作的話 你就把一塊錢塞進去 我還以為那個是後端在送的 結果現在是前端在送的 喔不不不不 有兩段 有兩段 我寫完 一定是前端 前端是一個 前端是第一個封包 一定要過 因為最快最即時 那 他之後呢 還有一個是後端的 就是會到 A去 這邊會是 比如說 那個什麼 6次吧 1 1 1 嘗試6次 然後每次間隔 好像30秒 然後 A會回他一個 success 可能是4個0 或是什麼東西 他就會停止 重複再送給他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簡單來說 如果你付完錢 然後呢 你把瀏覽器關掉 那 A永遠不知道你的 有 繳廢這個動作 所以下面這邊是背景傳送 可是你卻要第一時間要通知A 所以這條路跟這條路會同時存在 明白嗎 所以通常像我去穿紅羊的話 他就有三個網址可以選 一個是成功的網址 一個是失敗的網址 一個是 重複嘗試的網址 也就是call配的網址 所以這邊是成功的網址 跟call配的網址 啊失敗你就隨便傳了 對 就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說這隻褲斯 他只數 對 然後 我說他可以改的地方很多 比如說 他比如說在上面 配的上面 可能會轉很多手 因為他 比如說他交易主機有很多台 他轉轉轉轉轉轉轉 裡面可能用Base64加密 呵呵呵 我說一下Base64不是加密 的格式 他是一個編碼格式 那Base64怎麼用 比如說 欸 壞了 Base6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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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下面那個 那 那 在外面再刮一個 那 那 然後就回來了 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覺你沒有打到任何密碼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加密格式 他是編碼格式 那 可是有很多人愛用 甚至有人 看過人家在Base64裡面使Ccore 然後從A主機丟到B主機去 那個絕對不是我們學校 好不好 好啦 因為這種事情很多 那因為他轉很多手 他中間轉的東西可能是一些 已知的編碼格式 那他可能就會被破解的東西 然後就有那種改進的狀況 會出現 那 或是你根本就是不需要這樣做 你就是會裝A 一開始你就是A 送了一個1元單給B去付錢 然後B你就拿去付 然後按一按就會出現1元的條碼 付完全之後呢 B自動會幫你告訴A說 有付錢了 他付了一塊錢 好不好 這邊其實也很容易了解 就是 因為你的A剛出開單的時候 也沒有跟最後的那個結尾卡 做對單的工作 這邊其實都是破解的地方 那這邊都叫做 都算是流程的中段 或是中間的破解 就是你的人就站在中間 然後去幫他去送一些風包出去 那所以 如果你們家做網站的話 我建議做的動作是 A如果能新增那張單的話 你之後的所有東西 都只有跑那張單的單號 其他資料全部都不要外流 那你每一個點 每一個checkpoint的話 都把那個單號去 把原始資料抓出來 去做一些修改 塞回去 然後把那個單號找到下個 下個門回去 就這樣就好了 你不需要上面有什麼金額啊 使用者姓名啊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一直跑跑跑跑 那你只要多留一個東西出去 那你下一步就勢必要再接回來 那接回來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信任他 尤其是他可能會被修改掉的狀態 狀態的時候 所以這邊就 基本上都這邊都跑單號就好了 沒有必要跑太多東西 OK 那這邊是 人中段攻擊 然後防止手段 我剛剛大概說了一下 就是 難怪單號資料 其實就是可以寫個 那個validate 那你可以去那個rails的validate 看裡面有超多的東西 甚至requipation都可以寫 那巨樣吧的 你就寫個recapture 或那個singwarecapture 就可以過了 最主要是擋機器人 那流程中段攻擊 其實就 不要留太多東西出去 尤其是不必要的 然後你 對對對 永遠去不要相信使用者 就有東西 OK 那防止手段我剛剛說了 然後再來是 我們其實 剛剛也有講過這一個 就是 那個 HOOTRAP 跟外面購買的東西 那外面購買的 我不確定能找到 可能我下次 我下次的demo給你看 例如說 如何把 我們家其實已經有se 或是很多套天的 那 我下次把那個 可是我會忘記 要記得提醒我 我把它拉過來 然後我打一個layout給你們看 其實就複製貼上 然後弄一弄 弄一弄 其實就 那你們之後 就可以開始 build自己的menu build一些東西 build上去 其實就整個後台的網站 就可以開始打出來 不是脆弄 不是脆弄 最近應該去 把操作用 不是脆弄很好用啊 那就一個無腦的設計 可是 聽說不是脆弄 是要出的 目前是 Alpha狀牌 主要是因為 不是脆弄 後來 沒有 CSS三支援一個東西叫做 Felix OK 這個東西是超強的動態排版的東西 然後它可以排得好好的 它其實是取代table的最大力氣 對 簡單來說 這邊其實訓告很簡單 就是 這是一份 這是兩份 一份兩份 這是兩份 這是一份 這是沒有 這是一般 所以它會把它剩下的寬度去除 剩下的東西 這邊是一份 這邊是兩份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排 你橫向就沒問題了 可是它沒有垂直的用 我記得有 我記得它也有垂直的用法 你就可以有一個 完整垂直至中的做法 所以Bootrip 之前 它是用寬度用百分比做 很醜 非常的醜 所以Bootrip 4的最大改版在這邊 把它的所有的排版系統 那百分比全部都改成這種 來做 而且又漂亮 而且又好改寫 就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你去看 它的 Document 或是Example的話 它大概都這樣看 看一下喔 可是這邊 東西很少 這邊東西還很少 因為 沒辦法 對 它還在 有法狀態而已 Example 好 6Go OK 那外購的template 我們剛剛有說的 其實你去買就好了 如果你打一些關鍵字 你可以找到 奇怪的template 可以用 例如說 我們剛剛打了1c template 我再開這個網站一次 下次再玩 好不好 因為 我現在不能搜尋我家 一點是什麼 會錄上去 好 然後 再來是 其他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下一次再講 今天先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到這邊 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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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才很講命